又是金针花盛开的季节 台东地区颇富盛名的金针山 每年这个时候总是能看到满山遍野的金针花 从远方眺望宛如一大片的黄金布曼 覆盖整座的山林 而这次泰玛里乡特别举办金针山系列活动 除了邀请民众到金轮温泉泡汤 还开放树光园区的海滩 供民众露营 享受海风吹拂的快翼享受 加上原住民精彩的热舞比赛 相当的有看头 是的 各位游客大家好 泰玛里乡公所在今年的8月4号 我们将举办金针花季的活动 那当天晚上8点 将在泰玛里的曙光园区 有一个露营的活动 那同时也有我们原住民的舞蹈竞赛 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开幕活动之后 整个的金针花季就解开了 那我们在8月5号的上午 会在泰玛里乡公所有自行车的登山比赛 那希望喜好大自然的游客 可以借这个机会到泰玛里金针山 到泰玛里的金轮温泉 还有树光园区各地来旅游 到树光园区当然少不了的就是迎树光 而正逢苏拉台风过境 云层也渐渐的散去 想要迎接树光的民众可要早睡早起 另外金针花季系列活动的登山铁马行 也会吸引许多自行车的爱好者 挑战金针山陡峭的蜿蜒山路 登上高峰享受俯瞰泰玛里金针花 绽放的黄金美景 东台宣布张家维在泰玛里香的采访报导